还在这弹尾巴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啊 今天又来干喊了 这不最近好多朋友想看我巴格丽吗 那今天来这一块好好找一找啊 诶这个地下 这是一个吗 在巴格丽也不用爬的了 其实用手都感觉触感很好啊 反而更能试到 诶这下面不止一个哦 对吧手套拿了 手套都放在这 就这么爬 其实美国甲的朋友就不当适合了 这个沙子划着个手指根 不过我这个无所谓啊 平靠入户的 直接上水就行了 哇你看 冬天这个蛤蜊是真肥啊 看这个大背 这下还有 好好把它往下掏一掏 感觉里面还有呢 是不是 这稍微小一点 里面黑 这边还有 诶是个壳 失误了 这个大 大家放寒假了 可以带孩子过来 这边 八八蛤蜊 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在沙滩上走一走也没事 哇塞 这窝是不少 好几个大的 这上面还有呢 看大大小小的 这种野生的就是这样啊 大小不会很规则 还有 看 这第一窝就上那么多 给它瘦了啊 这里还有 前面这个地方 上面也冒着两颗 这里也有 再给它 刷出来看看 这太不爽 该直接下滚抓吧 看 直接就飘上来了 哇 这窝还多 这窝还多更大呢 好多呀 哇塞 这个够不够 这个窝 回家这个算什么呢 真的一点都比山边肉小 哇塞 好多好多 回家这个指甲 肯定就更好看了 再往里下面 哎呀 嘿 看 都跑上来这么多了 哎呀嘿 哎呀嘿 哦呦 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东西基本上巨堆 一窝就出 这放来就没有了 一窝就出 一窝就出 去了啊 蛤蜊挖的差不多了啊 沾到这边 半半十块 哇塞鱼 你看 冬天巴掌鱼是很多啊 基本上翻开十块 图卡都有 来来来来 上货了 看这怎么样 哎嘿 个头一半大吧 但这也还行 可以收走 带着了啊 上货了 每个十块 咱们都翻翻看 哎呦 这还没翻 我就发现下面 有一只没腿 哎呦 这只个头也是 中等个头吧 一半大的个头 在这里蓝洋洋的 这会儿中不出太阳了 他们在这晒太阳吗 这只也还行哦 大八爪 瘦了 八爪腿的 待着了 继续 在这间翻吧哦 一连翻就行了 嘿 好 哎呦 这么巧吗 这三个下面都有八爪鱼 这只大 看 哎呦 这只只轮起来了 这只个头很过瘾 看 哇塞 怎么样 你们喜欢吗 你们说回家怎么吃 啊 大家喜欢八爪鱼怎么吃 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啊 给我一个建议 给他收了 现在回家吧 上村里面 看 这边这个大石块底下 看着一个挂着完一包 被退了 没有 发脑袋 把他捏出来 哎 天呐 你这个别进去啊 进去我 这么大石块我也搬不动啊 好像进去了 这就好 这麻烦了呀 哇 我怎么担心 跑了啊 这一只 这只进去了 进去了 一 天 猛丝不动了 这就算了吧 我这个能力有限 真的 没有办法 就这样他跑了吧 不要来呢 这 这边这个浪边上 看这个八爪鱼出这个石头里面游出来的 一出来干什么 想回大海是吧 他可能等着这个潮涨上来 他想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这无奈又被我发现了 他是下我们家的电饭宝吧 看 这只隔头还不错呢 震动起来了 带着了 这就是个大脑袋 收了 这边开始涨潮了 咱们稍微快一点吧 这些石块就行了 翻看一下 一二飞 哇哇哇这什么情况 这这这是一个大东西啊 别别别你上哪儿啊 这个要涨潮的时候你往外跑是几个意思 看这只可都不小呀 这只有点屈心眼你看 涨潮了不往里面走 他往外爬 个头不小啊你看 都说个子大的脑子不大精神 你看 他在这弹尾巴 你看他举起双手 投降的意思吗 咱给他瘦了吧 这只有点不大灵活呀 脑子不大灵光 不说这个肉应该可好吃 瘦了啊 后面开始涨潮了 再在这边就有点危险了 没法再赶海了 今天这个舒服还不错 看挖了一些蛤蜊 回家给孩子炒着吃 然后这个大龙虾还有几只八爪鱼 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了 拜拜